近日正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进发的我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在中国南海海域开展了一场武力营救贝劫持商船演练 演练中导弹驱逐舰南京舰模拟贝劫持商船 导弹护卫舰扬州舰和综合补给舰高游湖舰对其实施营救 上午8时模拟商船在航经某海域时遭海盗劫持向我护航编队发来求救信号 击到求救信号后编队进入一级反海道战斗部署 扬州舰高游湖舰立即调整航向贝劫持商船高速机动 火力支援组水面突击组医疗救护组人员迅速就位 实底贝劫持商船附近特战队员使用重机枪和榴弹发射器进行警告射击 随后编队出动两艘小艇 在舰载直升机的掩护下从雷达盲区向贝劫持商船尾部弦侧隐蔽接近 同时舰艇火力支援组对赋予顽抗的海盗实施火力压制 在各方密切配合下 水面突击组成功控制商船 人质全部得到解救 我们加拿大了对直升机引导攻击 特战队员滑驾 领解拿步等客户的演练强度 为下一步执行 鼓励营救被监视船舶任务 打向了监视的基础 时宪迟 感谢观看 火转 百分尘